早安,Ken哥 早安 早安 好久沒見了 來到上午察力王的時間 10點06分,星期三的早上 看到市場倒跌 現在就好像在玩燈濟 這一段時間 其實 又經過6200億 又經過了2000點的跌幅 又經過了一大輪 很多的政策 Ken哥,你怎麼看呢 或者我們應該怎麼應付 應對它呢 我上個星期好像在拍攝 是,好像是 我前個星期三 大家升到慶合合 那時候我不是跟大家說 我不看股票,不看機票 是 不記得了 是啊 那原因何在呢 我想可能 有些叫馬後跑 通常去到低位 升到上高位 差不多是時候的 那小弟通常都會來一離場 去一下旅行先的 嗯 第一,先吃虎 第二,後退下來 第三 然後再重新部署說完 這個節目我們今天可以正式玩完 正式完蛋 那不是的 還有很多話說 是 那原因何在呢 其實我想大家都是 那個時間點 那你現在 你都預計了它是發上發落的 上面二萬三你肯定看不到 下面還要支持 二萬 就不停試 那你一天 你剛剛 大家很喜歡 在即日走來走去 幾百點上落 那些我想 都挺適合大家去玩的 那但是你要 你要好像之前 平靈白蘭 容易賺錢那一段 嗯 就肯定沒有 你看到它的牛紅症分布 你都已經知道 它左右兩邊 死湯爛湯 那這個 很合情合理 那你就即日 做指數的遊走 這個是你的問題 但是你說要慢慢升上去 就已經過了那段 嗯 其實 都是那一句 我們在 由幾個星期 由九月初 九月中開始 已經說著 這個 中秋節 OK 推上去 接著到國慶 那國慶完 那引了大家 引蛇入局 那你進了局 的時候 現在別人等湯蛇 很正常的 嘩 快到 你 今個禮拜買 下個禮拜 還要說幾千點 中間那裡 你剛剛不是說 二萬三千三 接著之後 下回來 現在二萬零三 快到 那你不要忘記 你幾點起步 你萬七點起步 是 你短短十幾天附近 你要認清時間點 就是大家在這裡 當吹水也好 當買豪炮也好 那時間點就是 人家萬千國慶在一身 那你七十五週年 擺明慶祝的 那不是在之前放煙花嗎 你不會事後才弄一支事後煙 事後才炮上去 這個不是很合理 就是你用一個邏輯來做衣龜 為什麼一直都提著 國慶前 不要緊 你不要做淡 你夾爆它 其實原因 由流到尾 那個邏輯點 都是在這裡 那你拿著邏輯點來做衣龜 你沒有邏輯點的 你其實沒有話說 就講到鐵 是 那人家都爆了六千點上去 你港股的波幅 你就拿回重點位 港股的波幅 平均就是六千字 六千是一個小波幅 八千是一個大波幅 那你要短期內 你已經走到六千點上去 那你還想怎樣 那當然 你很多 不是每個人都在17000點買貨 19000點買貨 這個很好的重點 不是每個人都在17000點買貨 但是去到18000、19000、20000 他都給你了色圖 我記得去到19000附近 二萬附近 他還是在告訴你 那個星期是強力救市 那個是星期六 是 那他回來 還升了二千幾三千點給你 你都扣了數 那你還是沒有跟的 現在二萬點 他不是在磨爛石 你唯有在炒一些叫什麼 上落的格局 純粹就是上落的格局 是波幅很大 上上落落 這樣做這件事情 你要好像剛剛那段 很多朋友都說 剛剛那段很難買的 不是很難買 港股已經跟足 更足 更足 國外的玩法 一是不升 一升就升到你不相信 他不相信 就是你去到最後兩三下 你相信的時候 不是糟糕 通常都是 但是 接下來 還有很多的政策會出 其實那些是否已經開始 變成了不能夠去逆轉這個氣氛呢 或者就是 剛剛提到 有機會在 現在這一段 在上上落落 那麼 有些什麼位置 我們不可以失去的 如果失去後 有機會回到萬八 或者甚至乎就是 上不了二萬三千三 只不過就是 我走去看看那些阻力位 其實就是這樣炒 我想分階段 就是人家強力爆破上去的時候 你沒有跟 現在 大家飲蛇出動 你才開始留意股市 那你要知道 現在暫時的位置 就是剛才所說的 嚴格來講 一萬九千八 是一個重要支持位 但是你說 它會不會衰得來 可以打穿 你就看看下面那些牛軍 是不是真的密集在那裡 你知道它喜歡 跟你打到你完全 一滴都沒有的時候 接著它就做另一邊 就是你要知道它 扯到你那邊 完全是沒有了 就是你這個 以色列 它扯到你 哈馬斯 或者是這個 真主黨 沒有了火的時候 接著你要用北韓女的時候 它就先跟你 慢慢跟你爭 它現在就慢慢跟你爭 就是強力打穿 跟你掃低 那時候你又不跟 你不跟 唯一現在就是 你要在一個股票市場裡面 在那裡磨一下爛石 消磨一下時間 還可以 但是這一段 你要去部署 要去玩的話 不是那麼容易 相對地給一些 你不熟短炒的朋友 你不是看著分钟圖 不是看著一個 短線操作的朋友來講 你就覺得說 發來發去那幾百點 第一 都不是幾百點的 它一天可以跌900 然後可以大到600 這個是 對短炒的朋友來講 你的功力比較強一點 你就容易一些 但是如果你對一般的朋友來講 剛剛我也不知道 收到多少個 求助電話 這些求助熱線 發個電郵過來 或者發個訊息 在我自己的留言區 很多都是剛剛最慶合的 一兩天 就是國內福市 過一間公圈區 你看到它的平均 很多的股份 你看到雙湯 那些很多 跌了三四成下來 至少 是啊 那你可以怎麼部署 其實它回到頭 就問你 你可以怎麼部署 我只是問你一個問題 你可以怎麼部署 人家從低位走上來 你一直都不買 你去到最慶合的那一刻 你就焚身似火 用火燒了我 人家歌詞也有 焚身似火 用火燒了我 燒了你 你看到它在低位走上來 正如其中一隻 那一隻就是美團 或者是小米 嗯 OK 我過去這四五個月 我都是撿著這兩隻 來跟大家說 我是部署這兩隻 那你美團 短短在一百元 說時間很短 防衝上去阻力區 彈到上去多少 喂 彈了一倍 一百九十幾 差不多二百元 那你差不多二百元 你才出來跟我說 我一百九十幾 買了 是 那你當然要捱一下 人家吹雞 都不是吹了那一天半天 你要等人家吹雞 等爺爺服事 那你就不 那你就要加學費 嗯 是 其實小米跟我同時而已 十七個三毛四 你都站得回之前 去年 說今年推新車的時候 那一下子的大阻力區 開始擀上去 你也不買 去到二十四 二十五 我都賺了差不多四成了 你賺了四成 才心癢出來說 喂 不是啊 舊市 阿茲亞洲有摩洛哥 是 阿茲亞洲摩洛哥 那當然你要先捱一下 是 見到上證跌了幾點 跌了三點左右 見到市場跌大了 這二十分鐘都是陰燭 那 其實現在除了機票之外 有什麼股票部署 股票我想 過去這一段 其實某程度上 已經去賺了一個不錯的百分點 反而這一段 就開始可以先等一會 不知道會不夠 嗯 嗯 所有時空都是分階段的 每一個時空也是等一個機會的 等於大家可以看 現在好像TVB 在推廣 《根國豬紅》 《根國豬紅》 《大上海》 《根國豬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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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OK 升了三個星期 升了三個星期 現在你要有個強而有力的 再大突破上去 你說會不會更容易呢 應該不會更容易 我仍然很喜歡做一個比喻 就是 說著飛機 你上二萬呎高空 你由零起步點 去到一萬呎高空 在一萬呎高空 再推上二萬呎高空的時候 它有一個平台企業 是吧 這個最主要的一個點 就是降落一樣 你從二萬呎高空 降落一萬呎高空 再下去 著陸的時候 你也要有平台企業 這個平台企業 也要有一個比較重點的時間點 所以現在你問 在做什麼 現在 你說的沒錯 其實我現在又在看機票 在看下兩個星期 去《根國豬紅》的機票 我都想快試什麼 真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的股份是回近 我反而就是 你可以比較清晰地 你看到一些股份 它鎖住了一個叫做阻力距離 嗯 那你鎖住了阻力距離 那你在這個位置摸進去 你有多少水位呢 這個是重點位 那就是剛才我們很喜歡 我們就拿回美團來做一個標準 現在美團 它跌下來的大陰竹 即是五六個日前 它現在說的195至200元 已經形成了阻力 是 那你買證股的 我看了十多元的 跟我之前在812元 或者我不是太厲害了 我當我突破 他突破了123、4元附近 接著拿上來十幾天 那十幾天 中間段段你都能買得 那你那裡看的水位 空間很多 但是現在你在這個位置 看的水位空間只有十多元 那可能不是我一杯茶 就是我每一個時段都會做不同的事情 那就不會向這些大股埋走 反而向一些二三線 是啊 有什麼二三線 可能和這一段 整個港股是 不是很關心的 它自己聰明的 暫時剛剛在台灣 這個星期六回來 到現在 今時今日的月子 今星期三 暫時都未見到 是 即是這一段 暫時都未見到 這個是一個 不是有一隻的 有一隻是報了兩三個禮拜 有一隻 有一隻 不要以為完全沒有 有一隻 大家以為它沒有機 但是它的名字是改得不錯的 就叫做武漢有機 嗯 OK 滿座部來的 二八八一 那麼我們 在這兩三個禮拜 其實一直都是佈住了它 因為它有招呼架 我們沒有記錯上市的 五個半 是 好一下 開始在上來 嗯 嗯 你的名字也改得不錯 武漢就沒有機 而且它這隻叫武漢有機 大家看看 OK 那都是半身的股 它始終的技術走勢 是給它的第一日 是大陰竹鎖住了 嗯 一直跟著就調調調調調調調到 它五個半 調到內 大概是三四元 那現在近來開始 這個形態上做好一點了 那又站到上五個半 上了 那我覺得這些 你可索性 會見到有了 那你就可以開店 大家看一看 嗯 那突然間有些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們有這兩三個禮拜 都在無處 都在推進 所以大家可以不妨看一看 OK 但是自賣的控制當然還要少 那你現在 你買中資股之前 那些已經含不含上去的時候 那我反而調轉 向這些本身股買手 那我覺得又可以 因為始終你說它是否升了很多 如果你用招股價 爽市價計劃到現在 沒有什麼升過 只不過第一天就瘋了 去到它撐了10元 升了一個 然後就第一天 之後就散了 嗯 OK 是 看到它都 開始捉到底 各樣東西 大家留意一下 那麼 我相信大家 一開始 除了一些股票之外 都會有一些 撤身處地的事情 那就是一會兒 阿超哥會有些施政報告 那對於 那對於股市來說 我相信 都 Kengel也未必會看開 說對股市 或者對哪隻股票有影響 今天都 沒有特別的東西炒 你一二零零都沒有開檔 是的 那麼 開檔 你用這個形容詞來做標準 你其實挺好的 你用開檔 嗯 其實最主要的問題 你本地的股份 有哪些你覺得是有些條件性 是吸引到你去做部署 一會兒又傳給你聽 那間又快要不做 那間又快要收工 跟著一會兒那間 簡單一點說 我們不用中文 太粗粗粗了 收什麼皮膚 我們用英文來解釋 叫做 修習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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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不同的店鋪都來 都告訴你 修習皮膚的時候 那你會怎樣 你會不會部署香港的股份呢 你接著看到零售剛剛出來告訴你 國慶和金州 或者是重陽節 和金州不是 是重陽節 你看到北上國內消費的人數 哇 破紀錄 那你也看到這幾天 從陽節五六日 多安靜 一到長假就安靜了 那你就心中有數 這個不用說這麼多 你說是部署 你現在這一陣子都是玩中資股 有多好玩到本地地產股 那些施政報告 有什麼股份輻射出來 忘記了 是 真的 不過大家要看看 有沒有關自己的事 有沒有政策受惠 我想大家都沒有什麼期望 有的 K.H.O.可能對你有切身處地的幫助 可能生多一個小朋友 送多一筆東西給你 嗯 嗯 搞不定 那你可以大量制造 大量複製 大量複製小朋友 一筆一筆放在你的袋上 是啊 然後你大量的資質 一筆一筆地 十倍地跌出去 你買料片買奶粉 大量五筆五筆地滲出去 是啊 這些 請了工人也六千二 那這就是對你來說 一個切身處地 對你一個切身處地 一個得益 是嗎 是 那 現在好像 在一個靜止的時間 其實還有很多 看你能不能用得著 他告訴你 居屋可能會給多些 口罩出來 跟著又有些 簡約公屋 在市區那裏拿多些 東西來建 我想問問你 K.H.O.你會不會 住簡約公屋 我申請不到公屋 我十八歲 我十八歲 一拿身份證 我做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 入籍申請公屋 第二就是買六合彩 那公屋還沒有 跟著六合彩 我記得買了五十元 還是八二元 然後加上一個字 買了六七條票 加上一個字 我已經知道 穩陣了 其實他們也有共通點 是 你要長時間保住 公屋 以你單身人士去申請 你沒有一百幾十年 沒有十年八載 至少十年八載 你也不會有眉目 十幾個 但是到最後的檔案 你可能等到你從十八歲 開始等到三十八歲 都差不多可以 但是六合彩 反而對比你有驚喜 不過還是要講內性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做 OK 公屋就是 你應該知道什麼時候會 但是六合彩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 但是他會給我一個意外驚喜 但是還是要講內性 OK 你也是要扔本下去 公屋你不用扔本嗎 你也要扔本的 你的時間成本 時間成本很貴 是啊 你去租房子 一邊租房子 一邊去等公屋 你的時間成本 你一樣都有一個 你的租金成本 但是六合彩 可能驚喜會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六合彩 可能比較神奇 真的 真的 所以我會去檢查 六合彩開什麼號碼 我不會檢查公屋排到什麼時候 這個就是那個分別 我覺得這個對你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我覺得六合彩 對大家很多朋友都是一個鼓勵 是的 或者是一個期望 一個投胎券 是不是 始終都是一個重點的一個很大的機會 機會率 雖然是 如果你計算是一定比公屋 一定比公屋 但是 特發性的機會率 對你來說 又是一個驚喜 那個驚喜就是公屋比不上 是的 當然 我有六合彩 最重要的是 你一個禮拜有三天給你看 你起碼搞住那一刻 你自己的身體也會搖 第一號碼是第一號碼 不是 有一條有一字 你起碼還有叫第二號碼 第二號碼是第三號碼 後面還有五個碼 有機會中三場碼 這號碼是第九號碼 每個星期都有三個驚喜給你 Kengro 你有沒有看過那段片 有一次六合彩搞珠 吸了一個四十號碼 還是訂了一個四十號碼 那段片 那段片沒有看過 你有機會發給我看 好啊 那段片我看完之後 很黑暗啊 退票不玩了 還給我幾十塊錢 那你就有一個驚喜在那裡 每個星期都有三天給你在那裡搖 你自己可以配音樂 那夠了 自己中了獎 自己都可以當一個驚喜 不中了也可以看下一段 那現在二十七分 那昨天有一個送快递的美女 在下面淘什麼或者什麼 就經過跟她說 那她說 阿靚仔今晚你記住要買樂彩 然後我說今晚沒有多寶 然後她說今晚沒有多寶 然後我就跟她說 既然一生人要種一次樂彩 機會這麼低呢 我真的等多寶那次才買 我免得浪費了那個機會 我不是的 不是的 每次都買的 看看看看可能 如果沒有多寶得那八個水 算了吧 你沒有回這個 一千幾百萬的那些 你都不用只要考慮 因為人生裡面 你種這個六合彩的機會 只有一次而已 是 有多少個可以種兩三次 哇 真的有人種兩三次六合彩 頭獎啊 大哥 你不是說一九個水 是一頭獎啊 真的啊 她的人生就是為了種六合彩頭獎啊 那沒辦法 她已經天生以後 每次都被她種過 真是沒有辦法 真的 但正如你剛才所說 你買了這麼多張票 都一個包都種不到的 種一個的 冷氣都浪費了 我也是 那樣東西就是 我買這麼多六合彩 種過一次六百四十元 種完之後 第二天馬會就告訴你 全部門市刪了 因為那時候是疫情 我試過種過一次三獎 是 因為長期買 是由十八歲開始 一路買自己的生日號碼 加多兩個學號 加上自己的幸運號碼 幸運號碼 是一號 接著再加上自己的生日 接著加上在方溫的那個學號 是 是 再加上忘記了哪個號碼 今天組成了 不要買生日號碼 十個組合 其實最黑的那個 就是從第二任女朋友那條票 長期都不中 是 都在告訴你分手就算了 那張票不要買 是 是 拿來壞的話長期都不中 那些就告訴你 有些東西要捨得就捨得 那條票就不要買了 但是很壞 一不買他就中了 通常都要你嘔血 你要記住 當日跟他分手你要嘔血 之後你買的時候就嘔血 你不買他就中了頭獎更加嘔血 總之就是一筒 不是啊 他嘔血了 他錯過了嘛 總之就是一筒也是血 總之你跟他分手那一刻 十九幾粒血 買了這麼多年都是嘔血 當你不停買那一刻 馬上中了頭獎又是嘔血 你全部都是給你一個進退兩顏的格局 你要知道整個流程是怎樣 好了今天講完廢話了 股市拖了半個小時大家都沒什麼喜悉 就講廢話 大家很開心 好了 第三場賽事 我們先找個號碼來看看 容易處理 三場八 OK 領創動力 接著是精彩進帳 五場二 接著不是宣傳二 是五場二 接著以我們的性格當然是 就是爭金奪冠的七場四 接著我們認為我們自己本身的技術 或者人生當然是勁進非凡 八場八 容易記 三場八 五場二 七場四 八場八 搞定 是 四隻馬 領創動力 精彩進帳 爭金奪冠 以及勁進非凡 就是這樣 有四隻馬 今晚大家留意 股市開始沒有東西炒 六合彩 波 昨晚中國隊贏 都說 對 你是偉大的中國人 當然 你自己摸一下 你也希望他贏 當然 場場買中國 真是 開心死 是不是 但是昨晚的對手是什麼 柬埔寨 不是 印尼撈麵 印尼撈麵也贏不了 我想回去吃 吃印尼撈麵 所以贏得了 不用怕 所以贏得了 2比0還是2比0 如果贏不了的話 就真的不用說太多話了 OK 大致上 浪費了一分 就讓你們催修工了 好啊 多謝KEN哥 我們下個星期再談 謝謝 拜拜